外头的雨声渐渐大了,尽管静缘之中满地残河,可是这座厅倒是离河塘还远,屋子里的两个人谁也没有那么好的兴致。 沉眼最后忍不住静止走到罗旭面前,一下子把双手撑在义子的扶手上。 罗师兄。 嗯? 罗旭的心中远没有表面上那么平静,他从前是一个无知的外男,虽说顶着个世子的名头,可多年来却没有入宫见过姑姑。 儿时关于姑姑的印象已经淡薄了,几乎一切事情都是听母亲说的。 他这会儿坐在这儿,满心都是最坏的设想,剩下的那点空余也都是陈兰和杨静舟的默契。 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沉眼的举动,惊觉过来,惊到小家伙正一眨不眨地盯着他,就故作轻松地打圈道。 怎么? 等你姐姐姐夫等得不耐烦了。 师兄,你刚刚说的那些,贵妃娘娘那么做,不会让皇上恼了她吗? 就不能让伯母去劝一劝吗? 罗旭没想到沉眼一张口,便静止问了这个要紧的问题。 皇上称病不潮,如今见得着的就那么有数的几个人,探听不出消息。 娘这几日反胃的厉害,根本就不出门。 贵妃娘娘又不是我能够见得着的,实在是没有办法呀。 我知道丧死之痛难忍,可我实在担心,他受人蒙蔽,把自己给搭进去。 说着说着,罗旭才发现,自己连那些狐朋狗友面前都深深藏着的那些话,不知不觉地吐露出来。 好了,你也别担心,办法总是有的。 可这一次是你发觉了,要是下一次闹得更严重,那怎么办呢? 被沉眼这个异常认真的话一噎,罗旭顿时雨塞,这时他的耳畔又传来另外一个声音。 小四说的我也想到了。 罗世子 从之前到现在,你帮了我姐弟不少忙,今次原本可以不必捅穿这些,只静止把事情推到别人身上就行了。 可是,你如今既把话说得这么明白,我也想月祖带袍问一句,贵妃娘娘那边儿真的无法客舍吗? 要说实在没有办法,倒也未必。 要说,也不怕你们笑话,大约是姑嫂之间历来都是面和心不和。 我娘虽常常入宫探视贵妃娘娘,可要说亲近,却急不上贵妃娘娘和罗树人的儿氏情分。 我娘每次从宫中回来,都谈不上高兴,偶尔之间也说起过贵妃娘娘常常惦记罗树人。 这罗树人毕竟不是正事,回来之后,统共旧先后在皇后千秋节见过一次。 所以,贵妃娘娘常常念叨,奈何见面难,送信送东西更难,贵妃娘娘深以为憾。 罗树对罗姨娘并没有什么感情,因而连一声姑姑都吝啬。 知道陈兰和三叔陈英几乎差不多是不共戴天,因而说清楚这一茬儿,她也没有放在心上。 三小姐和杨兄要护送夏公公入宫吗? 若是如此,我倒是可以陪着走上一程,那时再告辞就无碍了。 刚刚听到这番话,陈兰一直低头思量,此时她终于抬起头来。 罗世子,听你这么说,贵妃娘娘的事情并不是无可设法。 我家五妹妹看着孤高清冷,却是个良善之人,和我向来处得很好。 我接机对五妹妹说上一说,兴许能让她去劝劝罗姨娘,再由罗姨娘出面劝一下贵妃娘娘。 至于进宫的事儿,皇上体谅贵妃娘娘丧子,再加上有人转还,应当会破例同意的。 只是你在外交友广阔,可知有哪家人品好又门当户对适合的公子。 家中三叔一直为五妹妹寻觅家偶,只是上今尚未有结果。 旁边的陈衍听着不禁呆住了,而杨靖州在最初的惊恶之鱼,不禁盯着陈兰看了片刻。 三小姐,你这还…… 表妹有你这样的姐姐呀,足可安心。 这样吧,如今先解决夏公公的事儿,至于你说的,我会尽快打听,等有了眉目,让陈小弟告诉你。 时间不早,我们赶紧走吧。 皇城西安门 此时雨下得很不小,一群人正在忙忙碌碌地往身上披着缩衣,所以当三辆马车在门前停了一下,头前第一辆马车上的夏太监掀了一下油布帘子,几个把门的进军立时满脸堆笑地迎上前来。 只是当听说同行还有海宁县主要去见宜兴郡主,他们这才面面相去,露出为难的表情。 嗯,夏公公,不是卑职不肯通融,实在是里头下了言令。 少废话,又不是让你们眼瞎就放行,去西院宜春馆通报一声就行了。 夏太监身上的伤毕竟还没好,马车一颠簸,刀口难免火辣辣的疼。 人家管宜兴郡主叫娘,耽误了小心吃牌旋。 他这么一说,几个进军不敢怠慢,终于有人急急忙忙地去报信了。 就在这个时候,从里面出来一行人,却是瞿勇一行。 瞿勇在轿车出口叫了一声,老夏。 下一刻,那方阁家门帘一下子就被一只手高高挑起,探出头的夏太监,看到外头是瞿勇那张面无表情的脸,顿时没好气地挑了挑眉。 咱家只是帮着求见宜兴郡主,总不会给你招惹出来吧,要不然这儿快走,咱家今天一身晦气,没蹦步跟你磨牙。 一时晦气,总比一时晦气得好。 郡主之前刚刚从乾清宫出来,一会儿大概就要出来了,只是她心情未见得好,你应付是小心一些。 啰嗦,这些我还不知道啊,快走。 夏太监又往外稍稍探了探身子,见那边已经有一辆黑油车行了过来,而瞿勇点头致意之后,就上车走了。 第二辆车上,陈兰也放下较帘,轻轻地胆了胆飘进车厢内的雨雾,又对执意跟来的陈兰吩咐道,这边应该差不多了,你赶紧出去,和后头车上的罗师兄一块儿走。 姐,不如我和你一起去吧,郡主也是我的师父呢,别讨价还价。 陈兰直接屈指在小家伙的头上敲了一击,就老郑妈妈跟着四弟回去见老太太,三小姐放心。 第三辆车上独自坐着罗旭,犹如是坐禅的和尚一般,双目紧闭,一动不动。 风声雨声读书声,声声入耳,家事国事天下事,世事观心,眼下的风声雨声,眼下的家事国事,奶一样,都没有办法放开手啊。 西院宜春馆 看惯了绵绵细雨,此时站在临太叶池的水泻之中,宜兴郡主若有所思地看着那万千条银线砸入水面。 回头一看,空烫荡的水泻,他突然手腕一松,原本道题的长剑立刻挥了下去,一时兴起的他,并未用平时擅长的那套漏术,而是左一剑右一剑,看似杂无章法,却带着呼呼进风,到最后只见一团荧光,犹如水银泻地一般。 郡主,夏公公和海宁县主还有杨大人一起来了。 听到这声禀报,宜兴郡主这才慢下动作。 外头大风大雨,陈兰、杨静舟和夏太监刚刚这一路进来,全都是有些狼狈,马车只能行至临兴门为止。 陈兰和杨静舟才坐下不久,宜兴郡主便出了屋子,他并未云脸上的妆,满头青丝只是一根桃木簪子,简单地挽了个发际。 身上配饰全无,见三个人齐齐站起身要行礼,他便没好气儿地摆了摆手。 不用拜来拜去的,下雨天屋子里也潮,没来由地捂了衣裳。 我就直接问了,今天郑主是谁呀? 阿兰想来是个陪客,老夏也是宫里常来常往的,莫非是出全你吗? 他原以为自己猜对了七八分,可是当发现陈兰、杨静舟都看着一旁湿衣上滴着水的夏太监,他立之情形有异。 老奴好容易捡回了一条命,如今满心彷徨,死来想去,只能静止来见郡主。 你说什么? 看到一星郡主勃然变色,陈兰走上前来,八次前的经过一一道来。 来来回回,就是杀人,就不会玩点什么新花样吗? 一星郡主冷笑一声,随即低头看着夏太监。 老夏,你也不是第一天见我了,少跟我来这一套,再跪着,别怪我把你踹出门。 你既然让书全救回了这条命,又明白是怎么回事,就该知道,要是皇上疑你,早就不容你这么自由自在的在宫里宫外的乱跑。 至于要杀你的人,不过是做个样子,你又不知道什么要紧的东西,如今败露了,难道还死追着你要杀人吗? 夏太监一身湿淋淋的,再加上刚刚失魂落魄的样子,换个人必定会连他连老体衰又受此惊吓,而一星郡主却是一点也不客气。 嗯,郡主罪之劳奴,不就是为了讨您一句准话吗? 皇上是怎么病了,这你应该清楚,所以这件事情暂且不要报过去。 我让曲勇去督着锦衣卫查办,不过你也应当知道,锦衣卫今年才换了蹄帅,这效率就甭想指望。 你要是疑心什么人眼下直接说出来,我寻思来寻思去,索性直接让他们直接盯着吧。 这话一出,陈兰不禁和杨靖州交换了一下颜色。 郡主,也不知哪个天杀的栽赃老奴,又想杀人灭口?老奴看着眼下的满朝文武,除了杨大人和县主啊,都是可疑的。 见夏太监鼻子一酸,竟忍不住流下泪来,一星郡主远还想打去两句,让他提起精神, 顿时就没了这股心情。 唉,我也不说什么远法路数的话。 你自己好好活着吧,其他的事情都有我呢。 夏太监顿时愣住了,他突然抬起头看着一星郡主,嘴唇如动了一下。 有郡主这句话,老奴清明东智,也就有两个小鹿子烧纸了。 好了好了,被你说得我鼻子都酸了。 等到说了一番话,把夏太监打发走,一星郡主这才轻轻输了一口气,活动了一下手腕,才走到杨靖州的面前。 好端端的,你为什么会去突然盯着下河呢? 陈兰将严靖州一愣之下,愁愁起来,忙抢在前头。 娘,是我让四弟告诉他,督察园狱是弹劾的事,本想是他心里有个准备,没想到他竟然是料敌鸡仙。 派人先看着夏公公在外头的宅子。 哦,是你告诉他的,然后他就起了心,留了意吗? 一星郡主瞥了一眼陈兰,这才扭过头。 我原还担心,阿兰速来最会克制自个儿,你又是个冷峻的人,原来你们两个将来的日子怎么过,倒没想到,在关键时刻,你不哼不哈的,倒是靠得住。 不过,私底下,阿兰肯定没少数了你吧。 此话一说,不要说陈兰,就连杨靖州也撑不住了,表情有些狼狈。 一星郡主却是遥有兴致的,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。 总之啊,你们两个没事儿就好,至于外头的风波,我是插不上手了,你们要是有办法,就尽管放手去做。 皇上说是病了,其实是郁节在心,休养一阵子也不会有事儿,眼下正是可以借机抽身,退到局外去看一看。 这无疑是最好的暗示和保证,陈兰立时按不住喜色,连忙道谢不迭,而杨靖州迟疑了一阵,乐乐开口,还没说两个字呢,就被一星郡主瞪了一眼。 外头雨都停了,你们还不走。 你可不是我们这些城市里,只要敷衍串门子的女眷,还有正经事儿的,虽不是掌印,可以要点卯啊。 小心被下头的浴室逮着空子参一个荒书。 赶紧回去,受的伤系着时刻换药,再找个好大夫瞧瞧,别不当回事儿,别忘了,以后你可不止要孝顺母亲,还有媳妇儿,快走快走,我和阿兰呢,还有提起话要说呢。 要说斗嘴,杨靖州哪里是一星郡主的对手,竟是连个插话的空子都找不到,然后就兵败如山倒了。 于是,他只得是一言告辞,临走前看了眼陈兰,又没头没脑的说了句,若晚上走夜路回去,三小姐,别忘了多带几个人。 还有,咱们答应罗世子的那件事儿,你也别忘了对郡主说。 还不走? 郡主把脸一板,看到杨靖州无可奈何的一拱手出了门,他就笑了起来。 看看看看,这小子呀,以前不开窍,一开窍比谁都明白,一口一个咱们。 娘! 陈兰终于忍不住了,您再这么说,我可要走了。 走什么走? 你们小两口答应罗世子什么事儿了,还没对我说呢? 陈兰这才醒悟过来,刚刚气急之下放了这一茬,索性也不理会一星郡主的打趣,只是拽着人的胳膊,把头低低地埋下。 一星郡主的心中也不自禁地涌出一股母亲的感觉。 想来你们两个也不会胡乱答应人,说吧,罗续有什么事儿找上你们了? 说是皇帝因病免朝,但前清宫东暖阁,此时此刻却是颇有生气。 周王临太堪,午后就来请安。 要回去的时候,偶遇倾盆大雨,于是下雨天流客天,皇帝一心又疼爱这个长子,就把人留了下来。 怜爱地摸缩着周王的脑袋,见他很享受似的靠在自己怀里,皇帝不禁玩耳。 他其他的儿子们,不是见他犹如老鼠见猫,就是巧言吝啬,讨他欢喜。 连一丁点大的孩子,也不让人省心,从母妃到下头的如母宫女,也不知道交了多少的心机,算计。 只有这个,从来就仿佛一张白纸式的孩子,和他待在一块儿,最是松发有趣,就连他这几日长饭的头疼,也减轻了些。 皇上 门口市里的太监突然快步走了过来,海宁郡主和杨大人,去了西院宜春馆见宜兴郡主,夏公公也一起去了。 陈兰和杨俊州一起。 这几日因为朕的病,整肃宫廷,原只是为了让人把鸡毛蒜皮的小事送到内阁那里,本就不是为了防着他们。 他们两个都是最谨慎的人,虽是朕赐了婚,平日应该不会没有事情就碰面。 去个人到西阿门问问,之前他们求见的情景,再找个人去宜春馆,让舅妹把陈兰带去常乐宫坐坐。 皇上惊口欲言,太监退了出去,而周王则是仰起头,父皇又见人吗? 要见人的话,宝宝就回去。 娘娘说不能吵着父皇见人办事。 父皇不见人,父皇不是养病的吗? 待会儿啊,父亲送你回常乐宫。 啊,父皇好,听到这毫无搅事的话语,皇帝越发心情好了。 你呀,比起你那些弟弟啊,你不用拜师读书,可这记性这么好,歇姿上头,也要用心才行啊。 不说别人,贤费就写的一首好字,朕回头啊,给你找找从前的字帖,你回去好好练练。 看到周王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,皇帝想起了皇后在世时对周王的怜爱,想起了在王府时,这头一个孩子出世,皇后那种高兴的,犹如小孩子的模样,她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正中。 十年生死,两茫茫,不思量,自难亡。 一去流传已久的江城子,便由皇帝握着周王的手,一字一句地写成,待到最后,她便扶着书桌,忍不住摇头哭笑。 唉,我平生最不信命。 到头来,天已最是弄人哪。 父娘,父娘尚未周年,我便时时难以自尽,更何况,十年生死两茫茫,真有太看他们陪着,你一个人可寂寞吗? 是的,你至少还有庆程啊。